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在录影的时候我特别讲了一段 我小的时候就看这个节目 我真的没想到到了今天这个岁数 可以坐在这边跟你有这个对话 因为真的因为以前可能我的成长环境 我没有办法看到太多在内地的一些节目 往往是出差在香港的时候 看到凤凰卫视常在饭店一打开就看到说 这个人怎么弄像你知道 像美国那种Larry King一样讲话什么都能看 我说这个节目挺有意思的 你以为他是夸我的吗 当然是夸的 他说他小时候就看这个节目 基本上拿我当他长辈了 心中的敬仰程度应该是个长辈 所以大琪今天有鉴于你来 我准备谈一个特别的话题 就是关于你们老年人相亲的问题 而且大琪就是从上海飞过来的 真是所以对上海的情况是很了解 是大琪你作为一个他在哪人呢 他又是台湾又是美国 你又落在上海是吧 其实我一直把自己当成是个观察者 因为我的角色非常尴尬 我到哪都缺乏了一个认知度 比如我在台湾人家会觉得说 听我口音就说你不是台湾人 You're American 所以我一直都有一种不被认同 完全被认同的一个角色 所以到后头来 其实未落在其中 我就把自己变成是一个观察者的角色 就大琪她现在做出人精来了 就是她到哪个城市 朋友们都爱她 是吧 我真的我没有见过谁不喜欢你的 就都喜欢大琪是吧 真是能做到搂两份 男的女的都是爱你 主要是女的多一些 女的都是女的 还是讲老年人相亲的问题 大琪你对上海人有什么看法 相亲上海人 你在上海老呆着吗 我说实话我特别特别害怕 上海的那些老一辈的那些阿姨们 为什么呢 他们说话其实都是比较直接一点 你知道可能就没有估计到太多旁人的感受 我讲话通常都比较直接 你知道所以通常我对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礼貌 深怕一点点影响到了他们的权力的时候 他们那个劲儿就上来了 这我能理解 我跟你讲啊 就是咱们可以先看看几个照片 最近也挺把大琪乐坏了哈 我们知道有一个很牛的商店叫宜家嘛 他们说宜家在中国好像赚了几十个亿了都 所以宜家也必须忍耐一些中国顾客的行为 我就觉得咱们中国 我跟你说中国比美国好玩 他有很多事 你觉得很娱乐你知道吗 你比如说你看这个照片 宜家那不有床吗 说中国有些懒人上宜家那睡觉去 对于我这个有失眠问题的人来说我真佩服他 我真特别羡慕这么能睡好 你看你看俩人还就是要舒服 好像还脱了上衣 脱了鞋子 脱了鞋子就在展示的床上 拿一觉你这妈睡一觉 这挺有意思 但是下面一个照片就是宜大琪讲的了 你看最近上海方向有报道 这是什么呢 好像有组织的活动 这是在宜家的免费咖啡区里 基本上从40多岁到70多岁的老年男女 他们办的这个相亲会 你再看下个照片 你看宜家有规定 说你就要用那个会员卡 星期二星期四下午来 你就免费喝咖啡 但是每到星期二星期四下午 宜家就说了 说平常周末 我们才消耗两箱咖啡奶精和什么糖之类的 说到星期二星期四这两天下午 我们要消耗六箱 就老年人 但是其实咱们想一想 很能够理解 我觉得上海人实际大家都觉得说小气 其实我不这么看 我认为我不讨厌上海人 因为我觉得上海人是什么 他是没想怎么着 让你占他的便宜 对吧 可是他也没想占你的便宜 他这只是精打细算 而且真是过日子 所以有免费的 一定要去 尤其是老阿公老阿婆 就是相亲 你看到这个相亲的景象 金岛你也是拍爱情戏的 对老年爱情你有什么看法 这有好几种现象 我听说 多数就是未婚同居比较多 不是这招 OK好 还有一部分就是 叫做非常保姆 同床保姆 有一部分这样的 然后这种就属于 可能是在女性方面 经济条件不是非常好 但是男性方面经济条件很好 但大家又不想搞得太复杂 结婚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有一种很委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在一起 就是不光我要照顾你的寝食 同时我们还可以同床共诊 是 这个是我觉得跟经济挂起钩的 我是看他上海的报道 我倒觉得很惊讶 很惊讶是什么 就是说 你别以为什么年轻人 现在什么性解放 或者什么玩 这个老年人 差不多的 你像这个里边有老的 比如说他们这伙人里 阿姨真是像你说的 就上海的他们说说话都很直接 这个老头老太太 是什么呢 老头重视外貌 老婆呢 就问金钱和房子 一千面 你几套房子 就是住哪 就讲这些很直接的 很直接 特别现实的 然后有的老头比较受欢迎 说我一个人住这三房两厅 对吧 那种比较受欢迎的 老头跟记者说 说我才不急着跟他们定呢 我有的时候聊聊聊好了 我们就一夜晴 一夜晴 对吧 我可以睡好几个老太太 我用不着跟她 怎么着定下来 老年人还是应该有 想要他们该有的幸福跟权益 这个是必须要被尊重到的 我觉得 尤其是他们退了休了 没事了 对 人类最原始的需求是什么 对不对 因为他们开始有时间去培养感情了 现在年轻人 大家都是为了名利生活 忙成那个样子 反而没有时间去做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你闲下来了 很多时候年轻的时候干不了的事情 你现在不干什么时候干呢 对不对 你还有身体干吗 对 其实这个对我而言 你用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浪漫的一个故事 你知道这老年人他们还是要去抓住 你知道他们可能曾经遗憾没做到的事情 趁着你知道还可以做的时候 赶快大家来看见 可以有什么火花可能性发生 对 没错 但是我有持另外一个反方的一个意见 你在公众场合作为一个 好大家没事 你躺在那边让人家看你睡觉 你知道这个东西 我觉得又有点 在价值观上面 我觉得又有点偏差了 你看大齐你别看他是什么国际人 这我早就发现 其实他骨子里是个规矩人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再说大齐他爸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大齐这个是个很真诚的人是吧 一听说我们要讲这个问题 他就准备拿他爸出来说一说 我先给大家而且有照片 就大齐他爸在上海经常活动的一个点 我们看一看 这是哪大齐 OK 这是上海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 叫做人民公园的一个地方 这贴的都是什么 OK 全都是真婚启事 然后里面讲的就是把你所有子女的资料 比如说你有几间房 你有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你的年收入 然后或是需要相亲的对象的需求 全部都写出来 那往往就是老先老太太们先开始聊起来了 然后就变成像是一种联谊 说我们就开始比自己的子女了 然后接下来受苦的就是子女了 子女就会被父母亲给揪去那边 然后就开始有这个相亲的行为出现了 那你爸经常到那接榜去 没有因为我爸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一个人 你知道然后他是一个性格非常非常开朗 然后他是一个好奇心非常强的一个老先生 哪有老婆就去哪 没有他带着我妈去哪 对啊他们两个常常就是手拉着手 你知道散着布就在那了 然后就把我和我哥给出卖了 对啊因为他觉得这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 你知道虽然你知道那时候我哥结了婚了 然后我们在他就说我这个儿子呢 他挣多少钱这样子算不算你买不买一样 好那下次我把我儿子拉来吧 那其实往往在相亲的时候子女都是受害者 怎么讲呢 因为其实子女的孝心会为了让父母亲开心 你知道如果今天你被安排去一个陌生人 你知道在公园里认识的 你会去吗 如果不是父母亲稍微给予你一些建议 或者给你一些压力 你知道那我和我哥 那我当然是死不肯去了 我说我才别做这个事 但是我哥就非常你知道比我更孝顺的 就跟着我爸真的就去了 中国很多就像你这样的女的遇到妈妈 没有没有 你很好 你不愁嫁 你不愁嫁 现在很多女的都是说是一到什么过节 就是说妈妈节日快乐 对不起嫁不出去 都是这样的 因为这对她来说是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才会有说 这个父母亲甚至是带子女去相亲 是相亲 而且相亲这个事很有意思 其实他们说上海老年人之间聊的这个事 我倒觉得它反映了婚姻的本质 就说这个事聊开了 真像你说的你所不习惯的很直接 可是你看对于老年人来说 可能就是这么回事 还讲什么感情或者这个那个 当然有很多老年人是喜欢浪漫的 但是我是说他们说很多上海的 这种40多岁的女的和70多岁的一个男的 真正就是也没什么空喝免费咖啡的时间 还很短 就是说你有房子吗 然后你孩子让我住到你那个房子里吗 然后我也有房子 咱们最后怎么办 就是说的很清楚 甚至有一对老头老太太把彼此的条件 比如说我的孩子不能跟我们在一起 然后我的这笔钱你不能动 两方面都写下来看对得上 我们就在一块过 其实我有时候想啊 年轻人表面上说的含蓄 但是不敢直接这样说 是不是骨子里其实也是算这笔账的 那我要把我刚刚的话收回来了 我刚刚觉得说这是一个浪漫的态度 可是如果你是照这种条规把每个东西都列出来了 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形式化了不是吗 我妈其实说到我妈哈 我妈也着急并不是为我 但是我妈是喜欢做红娘跟你爸不太一样 就是喜欢做红娘她这一辈子做成了十对 那现在老了以后她因为随着她年龄增长 所以她介绍的人也变成老年人的这种婚姻了 这是功德无量 她告诉我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 现在的老年的七八十岁的人 没有人感兴趣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 都想要找二十比自己年轻二十三十甚至四十岁的人 因为很简单她去她几个要求 第一要漂亮 第二个要年轻 第三要健康 因为她觉得健康很重要 我妈曾经跟我说过有一个 我妈以为他们会很般配在这个可以搜美 就可以聊的很多 因为他们有很多相似点 但是年龄只差十岁 就一个八十岁的人 不愿意跟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在一起 因为她说 那我要是那个我们俩谁照顾谁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老年人现在择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他是在养老 他是希望老有所依 希望有一个人可以依赖 没错 其实我应该在帮我 我要帮我爸澄清这件事情 由我爸来 因为他是另外一个观点 其实他不一定是为他的子女 召集这个事情 其实年纪越大 有时候变成是个老顽童了 像我爸就是个标准的老顽童 他的目的不是在为我们召集 他只是去掺和这个局去搅一搅和搅和 他的心态是很调皮的 有这个事情 那我去听听看他们在想什么说什么 他就假装成 我有兴趣了 那我跟你继续聊下去吧 其实他是在探找探讨一个社会的价值观 因为我爸他是一个读非常多书 他是一个非常开朗的 什么是学者还是 他以前也从事电视的 哎呦 他是一个非常老的老前辈 是市长辈 对他是一个非常他 他是我爸真的是我看过最开朗最健谈过目不忘 读过无数书的一个人 所以他就到了老年的时候 他开始真的就是撒开了 只要去任何地方 他没去过 背了个包就走了 有时候就把我妈给扔给我们了 说你跟你妈住一个月 他就一个人就到处跑就走掉了 所以他是用一种观察社会的心态 扮演这个角色去跟人家乐在其中 对其实这个的 这个是很有 当年中国有一本书叫老残游记 这个就是我爸了 是吧 里边说一个老中医 其实写的就是他在这个社会 方方面面接触到的这个人 他是一种观察者 所以你刚才讲 你现在也是这么一种观察者 所以我就变成我 变成是我爸的游戏之下的受害者 因为我爸把话都说出去了 他总是要再拉一个人 把这个游戏积蓄下去 就把我跟我哥给拉去了 就说他不是真的给儿子去相亲 但是他是演员的身份 参与到这个里边 对啊那会不会是有一些老先生 老太太们 真的就是你知道下岗了 比较闲得没事做了 也是抱着这种心态说 我去看看人家在搞什么回事 他们真的说不定临门一脚 真的要你去干那个事的时候 他们又缩回去了 想到自己的能力是否 是否还可以对不对 没错没错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挑戏这个事情 挑情这个事情 是大家都很享受的 说明他们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大齐这个理解 这角度很独到 他不一定要成事啊 就是他一定事情不一定要成 对不对 他可能是一种在最有趣的 就是在那个谈判的过程之中 有时候谈判谈成了 哎呀没戏唱了 对不对 就是没谈成啊 他也调一调一情 是吧 老年生活丰富了一下午 而且这个也挺好的 因为老年人让他们觉得自己 灭力依旧存在 这不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但是啊就是 我爸还挺受欢迎的 你爸啊 行行哪天我给他找一老婆 我是说啊 他他像这个像咱们 咱们说上海这种啊 老头老太太互相找啊 但也确实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 像你爸这属于身心健康 对但是呢 老年人普遍的感受啊 是害怕身心不健康 因为确实是很近 你不要说老年人 我都有这个体会 为什么人呢 我是很喜欢一个人过的 甚至说自闭这都可以 但是你看啊 我要一闹了一个病的时候 我一下子 我现在最近我慢慢意识到 人呢很难的 还是要有伴的 虽然说一个人过好啊 但是你慢慢 你比如说 你有的时候觉得心脏不舒服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啊 我就看着 对面我那邻居的灯 你知道吗 你就觉得万一不行啊 这可以给他打电话啊 你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啊 要不说你想的老年人就更是 就是他有个伴啊 叫老伴嘛 就是老伴嘛 你知道 要不然那真是就是 你倒那儿都没人知道啊 这个是有这问题啊 所以这样就有了 有一批被筛出去的老年的女性 就有一种新的现象现在出现 我听说啊 就是因为年龄大的男性都不喜欢 这个年龄大女性 那他们怎么办 他们也想有伴 他们也想有人沟通 想有大家一起分享好的时光 那就现在出现了这种老年的同性同居很多 同性恋 不是恋 只是同居在一起 就比方说我们都是女性 我们住在一起 几个人 比如说有的三个人 两个人 甚至我听到有六个人的住在一起 这个我妈还真的有这样子的朋友 真的我讲完我爸要讲我妈了 我妈还真的有这样子的朋友 就可能是你知道他的朋友 可能是因为年轻的时候非常强悍 你知道工作 然后而误了他的婚姻的事情 然后到年老的时候 他真的就是找了一个同性的伴 你知道那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那我当然不知道 但是他们就是出双入对的 然后彼此照顾 他们没有任何的亲戚关系 纯粹就是相依为命的一个两个作伴了 这是另外一个现象 这可能是将来的一个招 因为现在很多像你们这样 这个极高的女性 对吧 什么什么高不成低不就吗 不都是说 很多女的自己能养活自己吗 宁愿就是说 那我找不到合适的 我也不勉强 所以现在就很多女的就是单身 但是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可能 就是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 也有可能一直熬到很老的时候 就不婚了 哎就是单身了 就是单身呢 就就还碰见一个人的问题怎么办 所以有的时候就回去了 过去广东香港 也有那种 他们叫什么女啊 叫自淑女啊 还是叫什么女啊 就是他反正到老了呀 就都不嫁 都没嫁 因为当然原因不同啊 都没嫁 但是到老了就几个老太太 在一起生活结成一种民间自助合作的一种形式 也能维护一个老年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为什么说你对这个话题深有感触呢 因为我们都有父母在身边 然后都看到身边老年人是怎么样的 不是你说的不是 你说是这个你对婚姻这个事啊 深有感触 我是当你说到这个中国现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白骨精啊 或者是高这个白领的这些精英们 这个现在选择 白领骨干精英 对选择不结婚或者是晚婚 出一种无奈 我很有体会 因为我觉得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还是挺难找男朋友的 因为确实是有这个问题 因为你如果在西方或者是在其他国家生活长一点 你会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还有生活态度也有的时候不太一样 那你再一下回来发现就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 男性会有一些不一样 同时还有就是说我觉得中国很或者亚洲很多 这个男性对女性的年龄是非常在乎的 就是多数他喜欢比自己小的这样 或者小越多越好的 70岁的都想找50岁的 对啊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为什么女性最后现在都变得不得不去晚婚或者什么 有我觉得有很多原因 一个是无奈 就是人家不要你你怎么办 对吗 然后第二种就是一种失望 因为原来心目中想象的这个男人可以给你是一个很完美的 他不光给你就是精神上的支持 还有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上的支持 对你的理解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更独立了 就是我赚的钱也不比你少 干嘛我要我要委屈求全求这么多呢 对吧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一种恐惧 因为这个制度实际上对于女性 亚洲女性不是非常支持的 因为女人工作的并不比男人时间短 但是你还要女主内男主外这个观念还在那里 就是跟西方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 女人不光要工作同时要照顾老公 甚至是老公的父母你也要照顾 在西方你不用管就是老公的爸爸妈妈 对吧 现在中国的女的管的也越来越少了吧 但是还是有这个观念在于 大琪怎么看这事 其实我是想用一种轻松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因为你看他们一辈子 像你刚讲的有这么多约束 这么多的你知道规矩在那边 他们已经到了老年的时候 就让他们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吧 对吧 其实往往我们用我们的价值观去看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就让他们输出出出出的吧 他们很多时候您自己没做到的 现在让他再谈这边爱吧 好